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神探夏洛克》第三季01 这一季被称为《夏洛克跌下神坛》的一季 在这季中,编剧更加重视夏洛克的情感经历 和华生的爱情故事 在推理上则是少了可圈可点之处 甚至把推理故事压缩到了很短的时间 这样一来,《神探夏洛克》便缺少了 和普通肥皂剧区别开的最大特色 不过,其中还是至少做到了一集改编一个原著故事 让我们来看看第三季第一集中 从原著《空污改变而来的空灵旧版》 柯南道尔原打算用夏洛克被莫尔阿提逼迫自杀 来结束自己的福尔摩斯系列 无料观众不尽兴 于是他写了《空污》 讲述了福尔摩斯如何用假人偶死里逃生 电视剧的这一集中 也是从夏洛克的上一季《跳楼》开始讲的 对于他如何逃生 他的迷地安德森有着猜测 大概是用假面具戴在其他人身上 然后推下去的 或者说用莫尔阿提的尸体 假扮成夏洛克坠地 抑或是夏洛克跳下去后 被莫莉接住 两人私奔 不过夏洛克却和安德森说 自己只是用了火警常用的气垫接住了自己 然后再躺到地上 把脉搏暂时用医用软管扎起来 骗过检查的医生装死而已 大家都不相信这样的鬼扯 不过夏洛克并没有说出真相 他究竟是如何在华生面前 跳楼后又出现的 这一集中唯一的推理故事 有点让人扫兴 讲的是一个地铁车厢消失的故事 伦敦地铁发生的一些怪事 地铁在一站停靠的时候 还有七节车厢 可是到了第二站 就变成了六节 那这一节到底哪里去了 因为后面的列车还在正常行驶 所以这节列车 不可能在轨道当中 但是总不可能凭空消失吧 夏洛克把监控录像 仔细地查看 判断了这一节轨道的大概位置 以及这节车厢可能出现的地点 在地图上标了出来 夏洛克带着华生 徒步前往地铁查看 他沿着地铁轨道的边上寻找 打开一扇扇铁门查看情况 被他们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隧道 原来是有人把这节车厢留在了这里 可是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夏洛克把伦敦地图和地底下的构造对应起来 原来这个隧道就在国会大楼的正下方 这里装着一个定时炸弹 而犯人的目的就是炸掉国会大厦 定时炸弹要爆炸的时间 距离现在就几分钟 夏洛克不知道怎么拆除炸弹 而且两人没有时间逃到外面 于是华生和夏洛克开始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地互相道别 道谢道歉 等两个好基友酝酿好了情绪 炸药的计时表突然停掉 原来夏洛克早就知道怎么停止炸弹 只是骗到了华生的感情而已 这一集夏洛克正式地回到了贝克街 华生也找到了女友玛丽准备结婚 三个人接下来又会迎接到 怎样的挑战呢 眼看好基友要结婚 夏洛克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